在2022年當中呢 走的是一個任飲年 那任飲年呢 天乾屬水 地枝屬木 然後納茵是金箔金 它代表就是一個金水年 水很旺的年 那水很旺的時候呢 最怕什麼 載福載成 然後也最怕你抓不住機會 所以在虎年的時候呢 我們更需要向下紮根的力量 你越紮根 你的腳步站得越穩 你就可以在這一波當中呢 動中求到財富 那當然健康就是最重要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跟大家講就是說呢 健康絕對是你最大的財富 那我們要如何去把自己的家裡呢 家運變好 就是把每一個人的元氣先顧好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其實呢水為財 因為在水年呢 一定要補的就是財運跟健康運 所以我們把自己的健康補好呢 當然就要多接觸水的元素 所以多喝水一定開運 但是用什麼喝水呢 才是更開運呢 建議大家就是說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說 其實水有記憶的能量 所以我們可以準備一個 有能量有開運的杯子 那這個杯子當中的話呢 其實在這個任禮年當中 我們更需要有一種身心靈 都必須要具足的一個法寶 就是經文的力量 因為其實在佛經當中呢 就是佛陀所開示出來的一個 智慧的法門 每一個人見極就會有自在 見極也可以解脫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喝水的過程當中呢 你可能沒有時間做功課 那你就可以找一個保溫杯 尤其像最近天氣變化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保溫杯 那你可以杯子上面呢 假設你要求財的話呢 你可以運用什麼 財神的 那財神的咒的話呢 其實這是教大家一個方法 你可以去用一個 看你可以用把它刻上去 或寫上去都可以 那這個財神杯的話呢 上面有四十九遍的財神的心咒 然後呢還有財神的種子字 那你在喝喝的時候呢 象徵呢 財水呢 財神都一直跟著你 有時候我們人最怕什麼 財多生弱 你可能賺了錢 可能你生病了 所以這個財水杯呢 你就可以補充你自己的元氣 那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的 家裡的人 常常都是實際上健康不好 然後可能需要 因為健康的關係 讓你的財運時常 有破損的狀態 可能花錢來買藥師 那你就呢 可以準備一個 杯子呢 是有藥師保瓶的藥師杯 然後上面呢 有藥師佛的種子 以及心經 心經的話呢 就是除藏的功能 心經就是除藏的功能 所以呢 如果說你的 有心經的話呢 有時候你覺得很煩 或覺得自己障礙很多 你就可以多 家裡呢 每天都念三遍的心經 都很棒喔 好 那如果呢 你覺得你自己的人緣 不是很好 常常呢 就是婆媳之間啊 相處不好啊 或者是 可能跟人之間溝通 常有障礙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呢 比較有人緣的喔 有人緣的話呢 以佛教當中呢 求人緣的就是座民佛母 也就是咕嚕咕咧佛母喔 那這一個的話呢 就有座民佛母 一樣喔 有四十九遍的 座民佛母的心咒 那在二零二年當中呢 最好的扎根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的健康顧好 那你的財運呢 自然也會好喔 那當然呢 家運啊 和家呢 絕對是平安的 那以上呢 開運的小祕法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好喔